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制定完以后呢 那它不能够流于一纸空文 它必须需要通过我们去把它付诸到实践当中去 变成真正的被执行的政策 所以说我们在今天的这样一个内容当中 就来一起来学习一下公共政策的内容的这样一个执行的分析 那么我们首先还是来看一下 在今天的这一章的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些内容是什么 那么在本章大家要掌握以下这样一些要点 首先就是两种政策执行研究的途径 一个呢是从上到下 就是从中央政府到地方的这样一个研究的路径 另外一个呢是从下到上的这样一个研究路径 就是从执行政策的最基层一直往上进入到政策的执行 政策的制定的这样一个机构的这样一种研究路径 这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两种研究路径 第三个方面我们需要对于政策执行的三种不同的理论 进行一个详细的梳理 大家一定要掌握这三种理论 它们分别是行动理论 组织理论 以及非常流行的博弈理论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之后我们需要对于政策执行的非常常见的几种模型进行掌握 这些模型对于我们在以后从事公共政策研究分析过程当中 会发生发挥很重要的理论的指导的作用 这个是这一章的非常重要的内容 我们会介绍八种模型 在这之后我们要进入到政策执行的实务层面 来看一下在实际当中 我们政策执行要采用哪些过程 而且在这个执行当中 我们可以选择哪些方式方法 动用哪些资源来推动公共政策 从一个制定的这样一种方案 变成最终的这样一个执行的现实 这是这一章大家要掌握的主要内容 下面我们就来看本章的一些重点的内容 看难点的导学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公共政策执行的这样一些理论的研究 我们可以知道公共政策执行 其实在整个公共政策的过程当中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它是把我们政策的制定 当中所设立的那样一些政策的目标 或者是对于理想社会的这样一种想象 这样一种投射 逐渐的转化为一个现实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化过程 它在整个公共政策的这样一个周期 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样一个前前起后的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往往也是在对于现在的公共政策研究来说 最为热门 也是最值得研究的这样一个环节 所以说在政策执行的这个方面呢 有着大量的理论来进行探讨 我们可以把这些大致的理论呢 分为三个不同的派别 他们是第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代的政策执行的这方面的研究 第一代政策执行的研究呢 它是受到了我们的这种古典行政模式的这样一种深刻的影响 那么古典行政模式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讲课当中已经多次提到了 我们提到了韦伯的科层制 提到了这个科学国泰勒的科学管理 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再回顾一下我们这里所说的古典行政模式 它都有哪样一些主要的特点 首先呢就是说 在这个古典的行政模式当中 我们的这样一种行政组织 它是如马克思韦伯所说的这样一种非常严格的 科层的官僚制的这样一个体制 它是集权的 同时它也是有层级制的 是一个金字塔型的这种科层制的结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结构当中 上处于这个金字塔的顶端的这样一些人 他们是拥有最重要的最集中的权利 那么他们因为层级比较高 所以他就能够对下面的这样一些人 金字塔下方的人发布各种各样的命令 而我们这些在金字塔下面的这样一些群体 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去执行这些命令 他们存在的一种行政上面的隶属关系 上下级关系 那么是要产生一种上令下效的这样的一种 一种现实的结果 这是行政组织它的一个结构的特点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古典的行政结构这个模型里面呢 这个政治家 他是负责制定政策 他是负责进行相应的这个政策决策的 而我们的这些行政人员呢 他们的任务就是去执行 我们的政治家所做出的这样一些政策的决策 所以说他是严格按照把两者区分的 就是行政政治行政的二分法 这是非常有名的二分法 那么我们的政策的执行者 其实就是这些行政人员 他们严格的按照政治家所提出的这样一些要求 所做出的这种一种决策 去把它进行一个严格的进行执行 严格的进行执行 这样子呢 他们他们他本身在整个过程当中 是要秉持一种价值中立的这样一种原则 价值中立的原则 那么第三就是说 我们的行政管理 必须要依据客观的科学管理的这样一个原则 来提高行政的效率 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种行政管理 它其实上是一个以效率至上 为这样的一个原则的 我们的行政人员 他严格的去执行政治家所做出的决策 这样一个过程本身 他要追求的是效率 而达致效率的这样一种手段 就是御用科学的管理原则 就是我们的这个著名的管理学家 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的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 那么这些三点就构成了我们的这种古典行政模式 它所具有的特点 而我们的第一代的政策的这个执行研究呢 它就受到了这种古典行政模式的这样一种影响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在这样一种模式之下呢 可以说那个我们的行政人员 在政府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 它其实上是并不重要的 因为它必须要按照我们的这个政治家 他所制定的政策 严格的去根据层级来执行它以追求效率 所以说它它它们本身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 它像是一个机器一样在执行相应的指令 执行相应的指令 它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是欠缺自己的独立性的 自由财量权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政策 它其实上它的执行就显得没有那么的受人关注了 就是所说的一旦被制定了 那么政策它也就是被执行了 因为在这样一种模式之下 在第一代的这样一种政策的执行研究过程当中 我们往往会认为说 我们的政策的结果 执行的结果 和我们最初政策的制定者 它所想象的那样一些政策的效果是并没有任何的差别的 并没有任何差别的 因为它是严格的按照最初的那个想法 最初的那种设计去价值中意的去执行它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代政策执行这种模式 它都有哪样一些主要的特征 首先就是说它偏重于执行的实物 以及是一些个案的研究 好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样一种古典的行政模式影响之下呢 其实我们的政策执行这样一个环节 它其实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 就像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政策它一旦被制定了 那么它就已经是被视为已经是被执行了 因为我们它是在这样的一个从上到下的这样一个金字塔的体系里面 我们的执行者他仅仅是一个没有自我判断的这样一个能力 没有一种独立自主的自由裁量权的这样一个像机器一样的存在 它仅仅仅是秉持着价值中立的这样一个原则或者是立场去执行 去把这样一些行政的命令 政治家的这样一些决策啊 变为现实 变为现实 而我们的政治家们呢 他们就认为我们政策的这样一个执行最终的产出结果 会和当初自己所制定的那个东西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 没有任何差别的 在这种模式之下 我们的第一代的政策研究啊 对于这样的在这样的营商模式之下 它就已显示出了这样一些显著的特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呢 就是在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政策执行的研究 它比较偏重于食物以及个案的研究 你比如说在我们书上举的那个例子啊 关于这样一个法案 它的这样一个执行过程的这样 为什么它会失败啊 对于这个失败过程进行的研究 是一个个案研究啊 为什么它会失败呢 它是通过这个执行的实物 在实际过程当中所发生的这样一切啊 那么来对它进行研究 最后就发现了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正影响到 涉及到这个政策执行的各个机构 它们相互之间存在着 这么一个巨大的鸿沟 它们就导致了这样一个执行的失败 所以它是以一种个案的方式 聚焦于一个个案 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研究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它一般是坚持着 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政策执行的 这种分析的路径 因为我们知道在刚开始讲到了 它受到了这个古典政治的这种影响 它是在这样一个集权 有的层级制的这样一个组织体系里面 那么来通过政治家的发布命令 而下面的人来价值中立的执行命令 最后来达至效率的这样一个原则 那么正是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原则的话 那么我们的这个政策执行的研究 它也是要从最开始的这样一个发布命令 到下面的这个执行的这种从上而下的这样一种路径来分析 来分析 那么在这样一种路径之下 其实它是把我们的政策的这样一个制定 和政策的执行 它是分离开来了 制定完了以后 那么政治家制定完了以后 行政人员把它进行一个执行 把它进行一个执行 所以他们两者之间 它就是一种分离开来了 分离开来了 他们之间是有明确的分工的 明确的分工的 对于政治家 还有对于行政人员 他们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行政人员是要秉持着 刚才讲到了价值中立的这样一个原则来进行的 而我们的这样一个政策的整个执行过程 其实它就是把我们政治家 他所做出的这样一些决策 或者是规划 那么把它翻译为一个又一个的行政的指令 新种人员是行政的指令 而下级的这个官员呢 他们就去执行这样一个指令 这个在这里就已经反复的强调了 这就是我们第一代的这样一个政策执行的 这种理论研究的方式 理论研究的方式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代的这个政策执行的研究 其实这两代政策执行的研究 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模式 他们并没有时间上的明显的先后的区别 这个地方要跟大家强调一下 他们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所出现的 其实整个政策执行的这样一种研究的出现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 那么在这种时代 在这个时代很多的我们的政策研究者 他们就在批评这个自上而下的 这样一种古典的行政模式之下的政策执行研究 在这个基础之上 他们提出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路径 就是从下而上的这样一种研究的路径 从下而上的研究路径 他们更加强调的 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下属执行的这样一些 比如说是地方政府 他们在执行的实务过程当中 在遇到了现实问题的时候 他们拥有一些自由的裁量权 他们可以根据自己实际的情况 来解释政策 那么来相应的采取措施来执行政策 而且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许他们自身还会和其他的组织 各种不一样的整个社会结构 会产生很多的交互 产生很多的互动 会形成不同主体之间的这种相互交合的 交缠的关系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政策就会被从最初的那样一个文本 变为了一种政策的现实 他就强调了我们整个这个政策执行当中的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 以及不同的组织之间的互动 不同组织之间的互动 当然了在这个之下而上的这样一个模式当中 他其实并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意见 他不像这个第一代的这样一种执行 他有着比较一致的地方 他第二代的这个政策执行的他的研究理论 他没有一个特别统一的一致的统一的模型 他大致其实是分为了两个不同的类派别 所以我们就按照不同的代表人物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个代表人物是埃尔默尔 那么来看埃尔默尔他所注重的 治下而上的这样一种政策执行研究 他认为他主要是更加突出的是我们的基层官员 是街道层的官员 他们所拥有的自由材料权 那么埃尔默尔首先是在对于治上而下模式的 这样一种批评之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那么他认为这种治上而下的这样一种模式 存在着两个大的方面的缺陷 第一个大方面的缺陷 他就是仅仅是从高层的政策制定者的政治家 他们的这样一个角度来研究政策执行 那么这显然是不够的 显然是不够的 因为在我们的基层 在街道层的官僚体系当中 他们会根据自己的现实的资源 时间等等 以及自己的个人的偏好和理解 来进行适当的政策调整 采用适当的策略 所以说他们不能够忽视我们基层官员 对于政策的这种再制定 再制定 所以说 而且他认为我们把政策的制定和 政策的执行这两个环节 截然的分开 在理论上是行不通的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我们的基层的官员 他们在执行这个政策的时候 他们会存在着对于政策的解读 这种解读可能会偏离于 我们最初的这个高层的政策制定者 这种解读本身 其实就是重新的去制定的政策 调整的政策 所以说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他们绝对不是截然二分的 他们不是分离的 他们是相互扭残在一起的 这样一个整体的过程 所以说埃尔默尔就认为 这种截然二分的做法 在现实 无论是在理论上 还是在现实实践过程 它都是不可取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埃尔默尔就提出了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研究 就刚才我所说的 他强调了自由裁量权 我们来看一下 埃尔默尔 他在自己的这样一个著作当中 提到了前向探索和后向探索 两种不同的路径 他所说的这种前向探索 其实就是跟我们在刚才所说的 这个至上而下的这种政策研究的路径是亦曲同工的 而他所说的这个后向探索呢 主要就是指的是要从整个政策执行的基层 从它的较低的层次 从那些街道层的官员 他们的视角开始出发 那么从后面 那么来探索整个政策的这样一个执行的过程 政策的执行过程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最佳强调的就是 这些基层的官员 他们会根据现实的实际情况 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源 承受的压力 以及自己的个人偏好 那么来对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执行的政策 可能跟我们的最初政策设计者所想象的政策 就会有很大的区别 很大的区别 他强调了这种基层官员的自由裁量权 我们再来看另外的一个派别 另外的一个派别就是这个 约恩和波特他们两个人 以他们两个人为主要的代表 主要的代表 当然他们俩的这个 他们俩的这种理论呢 也是在对于至上而下的 这样一个研究路径的这样一种分析 和这个批评的这个基础之上来提出的 我们来看他们是怎么分析的 他们都认为啊 以这个韦伯 还有贝尔逊 以及这个泰勒的这样一些理论 那么为支撑为基础的这样一个 古典行政模式 他们呢 他们所要构建出来的 其实是要有一个非常广博的 非常拥有着垄断性的资源的 有着非常广泛的这样一种支持的 这样一个全能型的 这样一个组织 在这样一个组织里面 他还必须要有一位 具有非常民主的作风的 而且有着卓越的这个领导能力 极富民主作风的这样一个 有功绩作助的这样一个领导 那么来领导这样的一个一个组织 他不仅是个人的能力非常的出众 而且也能够非常的中立 他还要能够中立的 把所有的组织的任务 都在他的这样一个治理之下 来进行顺利的完成 他其实上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组织 那么用我们的书上的话来说 这样的组织 他其实上会换上一叫做 孤独组织综合症 这个东西听上去有点悬 但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 其实上这样的一个组织 在我们的现实的这样一个生活当中 它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一个组织 能够垄断所有的资源 垄断所有的资源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怎么办呢 这个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者 他们就提出了 其实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 由单制的个人 他们不断的去交互 不断的去互动 那么就会形成一个社会统一的 这样一个规则 那其实这就是经济学当中所说的 这样一个市场的原则 那么就是在这样一个市场里面 通过追逐个人私利 追逐个人利益的这样一些个体 他们互相的这样一个交互 互相的行动 调整自己的行为 最后能来形成整个 这个社会的运转 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样一种市场化的原则 那么形成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社会的 这样运行的规则 它其实市场本身 它是有局限性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出现市场失灵的 这样一种现象 那么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 在以个人追求 个人利益 个人逐利的这样一种方式 来进行整个社会运转的时候 往往它这样的一种政策执行 或者是社会运行的规则 它就不能够兼顾到 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些公共的利益 对于一些公共产品来说 往往我们不能够通过市场的方式 去解决它 那么只能够通过政府 通过公共组织的这样一种方式 所以说通过市场的这样一个逻辑 把它运用到政策的执行过程当中的解释 其实它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约恩与波特 他们的这样一个研究理论 就提出了一个组织的这样一个社会 一个组织的社会 他就认为我们社会 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科技高度发达的 这样一个社会里面 这个社会已经形成了非常非常多的组织 那么我们整个社会的运行 或者是说一个公共政策 它的制定 它的这样一个执行过程呢 它其实是各个不同的组织 它们之间的互动 那么来推动的 所以说它既是 既避免了说 我们要用这个一个这样一个超 实力超群的这样一个大型的垄断 所有一切资源的组织来实现 也避免了这个市场原则 那么从个人的这样种逐利的原则 以逐利为目标来进行的这样一种政策的 这个互动来推动政策的执行 而是强调了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这样一种连接 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这样一种互动 这样一种相互之间的这样一个博弈等等 这样一些方面 从这个角度来谈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第二代的这样一个 这个政策的 这个执行的研究的这样一种范式 这样一种范式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 大多数在第二代的这个政策执行的这个研究啊 从政策执行运作阶段中 对某一个特定问题进行互动的多元行动者入手 那么来分析他们是如何影响政策的目标 从如何重新的形成公共政策 那么我们所熟悉的这样一些规划呀 评估呀 这样一些过程其实在这个当中就逐渐的消失了 而我们把我们的研究的焦点就举注在了这个多元行动者 他所追求的这样一个目标的这样一个策略当中 那么其实这个就回应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约恩和波特 他们的所说的这样一个啊 社会多元的社会行动者 他们的所说的多元行动者其实就是多元化的这样一个组织 多元化的组织 这是第二代政策执行研究当中的一种派别 那么在第二代以外呢 还有第三代的政策执行的研究 其实这也是比较符合我们学术研究的当中的一种比较常见的范式 往往就是左边一个派别右边一个派别 在这情况下会有一个居中的派别融合左右两边的观点 而我们的第三代的政策执行研究 他就有这样一个融合的特点 融合的特点 那么他的这个 他要这样一种研究的这样一种路径 他试图是要建立起结合 结合了自上而下 以及自下而上的这样一个模式的 这样一个整合性的整合性的这样一种概念的这个架构 那么他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解释 为什么政策的执行 他在不同的时空啊 会在不同的执行机关当中 会有不同的这样一些会有这样一些差别存在 那么因此呢 他就有可能来预测 未来可能会出现的这样一种政策执行的类型啊 预测 有这样一个预测的这样一个功能 关于第三代的这样一个政策执行的模型呢 有着比较重要的两位代表人物 第一位是这个马尔科姆·戈金 马尔科姆·戈金 马尔科姆·戈金他提出的是一个 辅计的政策执行沟通模式 这个在稍后我们再讲到政策执行的模式的时候 会具体的来涉及这个辅计之间的政策啊 执行沟通模式 另外一个就是非常著名的保罗萨巴蒂尔 保罗萨巴蒂尔有一个叫做有一本叫政策过程的书籍 大家可以来读一下 这是做政策研究的必读的书籍 那么保罗萨巴蒂尔他提出的一个叫做政策变迁的支持联盟框架 这个在稍后我们也会讲到这个框架对于现代的政策执行研究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重点内容 在这里呢我们需要跟大家提出的一点 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好像是把它们按的一二三啊 来排了一个顺序一样的来就是一大二代三代的政策研究的政策执行的这样一种研究的路径 可是在现实当中 其实我们并没有说第一第二和第三这三代 他们之间有着谁比谁更加的优秀 谁比谁的更加的有更大的缺点 那并没有这样一个意思 我们很难够很难去评判说谁好谁坏 而我们仅仅是他们每把他们说成是每一代 因为他们可能对于不同的研究 不同的情形 不同的政策类型 他们的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他们可能有不同的适应性在这个地方 会适应不同的情境 你比如说我们讲到了第一代的这个政策执行 它是一种从上到下的政策执行 那么既然这种是从上到下的政策执行的话 当中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所适合的政策 可能往往都是那些有着比较强的管制性的这样一个政策 管制性的政策 你就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受到了这个国家安全 受到这个恐怖的威胁 那么对于恐怖威胁国家制定政策 那么怎么样去防范这个东西 它就有非常强的这样一种强制执行的这种意味 那么所有的地方他们都必须按照这个中央的这种部署 来进行反恐方面的这样一个准备 必须要估计到反恐的形式的复杂性 做出人员还有这个资金等等方面的配备 加强这个警备 这样一些强制型的政策 它就可以通过至上而下的这个过程来 它不允许我们的基层官员根据自己的理解 做出不一样的判断 当国家都要发现这个形势非常严峻的时候 要求我们加强警备的时候 基层官员不能说我们 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的严重 那么来放松了警惕 那么这个就会造成很严重的生命财产的威胁 所以这是不允许的 那你比如说第二代的这样一个政策执行的 这样一种政策执行的这种研究模式 它是以志向而上的 往往在于一些民主性的这样一些政策当中 它就会得到非常强烈的这样一种体现 非常强烈的体现 比如说我们在很多的这样一个教育领域 以前我们国家曾经制定了中长期教育规划 那么这个制定中长期教育规划的这个过程 它仅仅是一个国家规划 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规划 那么这个规划怎么样去落实 它涉及到职业教育 基础教育 学前教育 高等教育 涉及到很多很多的方面 科技教育 文化等等 那么这些方面被制定出来以后 它就需要我们不同的方面的这样一个具体的实践者 去制定自己相应的计划 自己相应的规划 把它们落到实处 而且各个地方 它们会根据自己不同的这种地方的特点 你比如说什么时候能够普及高中教育 什么时候能够普及学前一年的教育 这个都会根据各个地方的他们的经济发展水平 他们的声援的情况 那么来进行相应的进行这样一个调整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 各个的执行机构 他们自身的这种利益偏好 他们自己的自由财量权 或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同的行动参与者 不同的组织 他们之间的这种互动过程 对于这个政策的落实就会起到非常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 第二代的这样一种政策执行的模型 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有用 变得非常有用 所以说到底是第一代和第二代 我们一定是根据现实的实际的情况 来做出相应的反应 而不是要判断它们本身的优劣 这样一个程度 好 那么我们先大概的来看了一下 我们的政策制政策的这个执行到底有哪三种不一样的这种研究的这样一种模式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公共政策执行研究的一个基本的路径 其实在这里我们就是详细的来讲一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这两种不一样的路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自上而下的这样一个研究路径 在刚才我已经提到了自下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 它其实是它的一些基本的假设是要求上令下行 上令下行 那么我们的政策的制定者只做出了政策的这样一个决策以后 政策的执行者就必须要按照价值中立的原则把它付诸于实现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自上而下的研究 它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基本的命题 它的一些命题的阐释 第一就是政策制定与政策的执行 它是有界限的 是分离的 也是连续的 这个怎么解释呢 有界限的 刚才我已经解释了制定的人和执行的人 对他们的要求都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们是有界限的 他们彼此是分开的 分开的是二分的 但是他们也是连续的 这个连续就体现为政策制定完了以后 那么就要开始进行执行 执行是紧跟着这样一个政策制定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政策制定与政策执行之所以存在界限 为什么他们是存在界限的呢 那么这是因为以下这么三点 第一点是政策制定者设定的目标 政策执行者执行目标 他们俩有着非常明确的分工 非常明确的分工 有制定者有执行者 第二呢 政策的制定者 他们能够陈述政策 那是因为他们能够在他们能够同意许多不同目标之间的优先顺序 所以说 而我们的政策的执行者呢 他刚才已经讲到了 他们是价值中立的 他不能够对于目标的优先顺序进行排列 他能够做到的仅仅就是执行他达到效率的最大 最优化 而我们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执行者 他拥有的其实就是 刚才我说的 技术能力 技术能力 服从 并且是愿意去执行我们制定者所进行的这样一个 所制定的这样一个政策 所以说 他们之间是存在的很强的界限的 这种界限就体现在他们各自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各自能力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们之间有着非常明确的分工 非常明确的分工 那么 所以说 他们之间 他们之所 这也是因为我们的这样一个政策的制定者和政策的执行者 他们之间是有着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界限和分工的 那么 这样一个政策执行过程 他就必然是一个在政策的制定之后的这样一个连续的过程之上 他的连续性就体现在了 就是政策制定完以后 那么就是进行政策的执行 他是分离的 同时也是连续的 先一 后二 先制定 再执行 他是这样一个过程的 那么其实这个刚才 跟刚才我讲的 制定跟执行不断的融合 就是不一样的一个观点 不一样的观点 所以说那么按照这样的一种至上而下的这个这样一个分析路径的话 他们就是连续的 那就是连续的 我们再来看第四点 涉及到政策执行的决定 本质上是非技术性的 以及是非政治的 以及它是一种技术性的 怎么来理解呢 就是说政策执行 它本来就是像我说的 它是技术性的 它不是 它没有带有任何的价值判断在里面 所以它不是政治性的 它仅仅是技术性的 而我们的执行者的责任呢 它就是以中立为原则去追求客观理性的 与科学的这种执行 那么这个在刚才就已经反复的强调过了 在这里就不再多讲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种自上而下的这种研究路径 它们的一些非常基本的特点是什么 那么特点呢 首先就是说研究的基点 就是研究的立足点 研究的立足点就是要解释 为什么政策的过程出现了 或者是没有出现成功的结果 那么它要去解释 为什么出现了成功 或没有成功的结果的 本身的这个目的 其实就是要为我们的政策执行 或者是为我们的整个政策过程的这个运作 提供一个合理化的建议 去改进政府的这样的一个作为的方式 作为的方式 所以说它的基点就是要去解释 为什么成功呢 那么这样就会积累经验 而为什么没有成功 以此来积累这个总结教训 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研究的这样一个立足点 和它的目的 是一种政策建议性质的这样一个目的 而它的这种研究呢 它的一个出发点 就是它是在高层的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问题 因为它是从上而下的 它看问题的方式 它是以这个政策的制定者的这样一个视野为导向的 从他们的这个角度来分析这样一个问题 分析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他们在价值观上面呢 是秉承 秉承了这个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那个古典行政模型当中的这个政治和行政是两分的这样的一个观念 政治是因为两分观念 那么在公共政策领域当然就是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是两分的 公共政策的制定 制定是一种这个政治行为 而公共政策的这样一个执行呢 它是一个行政行为 是一个行政行为 它是在价值观上是有这样的一种价值的这样一种假设 那么他这样一种研究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的基础 其实就是我们所刚才讲到了马斯韦伯 他所说的这样一个科层制的这种官僚 官僚体制的这样一个一个这个理论的传统 那么他的核心呢 是行政行政组织的这个这个这个官僚制的这个理论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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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 官僚制理论他的这个核心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从上到下的金字塔的这样一个官僚体系里面 他们存在着非常严格的层级啊 科层体制 而上面是向下面下发命令的 下面呢是要原封不动的啊 一丝不苟的啊 一分不差的去执行的这样一个命令 他们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种啊 指挥的这样一种控制或者是指挥或者是控制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种关系啊 一种隶属的上下级关系 那么第三呢就是啊 第五呢就是政府的这个政策的效率的提高和政策问题的解决出路在于组织的管理与控制 这个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那我们的这个上级政府上级的组织 他们对于这个下级有着合理的管理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泰勒科学管理 通过一些科学的方式啊 严格的规定他的工作流程 工作步骤等等 这样一种方式 对他进行严格的管控 激励和约束 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的话 他就能够提高我们政府执行的这样一种这样 政府这个行政的这个效率 执行的效率 所以说其实这个至上而下的研究途径 他的基本特点里面都透露着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讲到了这样一种正这个古典行政的这个模型在里面啊 古典行政的模型在里面 我们来看一下对这样的一种从上到下的这样一种政策执行的这个模型 他有那样一些批判 有那样一些批判啊 首先我们知道他是从这样一个高层的政策制定者的这个角度 去看待整个执行的问题的 所以说大家就会认为他是过多的去关注了我们的这个中央或者是高层的决策者 他们的目标以及他们所采取的策略啊 采取的策略 那么别的部门呢 那些下属那些执行的行政人员 他们在整个执行当中可以说是并不存在的 并不存在的 他们的作用实际上是被忽略了 被忽略了啊 而且 其实上呢 我们的这样一些基层的官员 或者是一些政府以外的部门地方的这个政府 他们在他们他们会形成一个又一个的政策的子系统 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运用自身的创造能力 会运用自身的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进行一些策略性的行为 这种策略性的行为 他们所享有的这种适度的自由的这种材料权 对于政策目标的达成 其实会产生非常积极的这样一些影响 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所以说这种途径 他就是忽略了这样的一个自由材料权 或者是说这个忽略了政策子系统 这样一些子系统 他们的影响力 他们的影响力 另外呢 我们在这里所讲到了这种自上而下的这种政策执行 他所要具备的这样一些必要的条件 就像我刚才讲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庞大的高效的民主 有的民主这个领导所带领的这样一个组织 他们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可能具备的 不可能具备的 所以他的这样一个就会这种自上而下的这个 他就会面临这样一些特征 就是面临这样一些挑战 就是他可能仅仅是一种理想的理论上面的这样一个状态 理论上面的这样一个状态 另外政策的制定和政策的执行的理论区分 在执行过程当中是没有办法去维持的 我们刚才就讲到了 他把这两个是完全是截然二分的 截然二分的制定以后 然后再执行 他们之间有着界限 虽然他们是一个连续体 但是在执行过程当中是因为是没有办法去维持它的存在的 因为他因为我们在政策的制定过程 在政策的执行过程当中 会不断的根据我们的这个实际的需要去重新的制定和修正它 这个在刚才我就已经讲到了 所以说政策的制定当中包含着执行 政策的执行当中也包含着制定 他们是互相交融在一起的 交融在一起的 那么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讲到了 说这样一种啊 这种这种研究的路径 它其实上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这种路径 理想化的这样一个路径 它包含的这样一个 包含了这一系列的基本的逻辑和假设 在现实生活当中可能它都是不存在的 对于实际过程而言 高层的制定者他所能发挥的作用 也许还并不如我们在基层 在一线真正的去执行政策的这样一些基层的 这个街道层的官僚 那么街道层的官僚 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第四 就是受了第一代政策执行风格的 这样一个影响 那么所以说自上而下的这样一种研究的路径呢 它不可能避免了带有个案研究的 这样一个局限性 那刚才我们就讲到了 这个第一代的政策执行的研究 它其实上是主要聚集于一个政策执行的实物 以及个案的研究 但是个案研究它有多大的可推广性 这本身就应该是打有问号的 那么第一代政策执行研究 就是它侧重于从上而下的这样一种路径 那么就导致了我们这个从上而下的路径本身 它也可能能没有办法避免这种 这种个案研究的局限性 个案研究的局限性 这就是从上而下的这样一种政策的研究路径